近日在宁夏银川 杨某和出租车司机一起来到一个派出所 杨某点名要见派出所的所长 要求派出所替他支付20块钱的打车费 那民警说 为什么呀 杨某说 我拿不出这20块钱打车费 我又联系不到朋友帮忙 你看 这司机都等了一个多小时了 实在没办法 您就帮帮忙 杨某就要求司机拉他到派出所来帮助 那民警这一盘查 好家伙 无意中发现 这杨某居然是网上追逃的盗窃嫌疑人 网上逃犯 找警察来付车费 这算什么呢 送货上门 运费到付 这个服务非常的周到